哈囉各位Tcar試車頻道的朋友 今天過得愉快嘛 我今天要幫你開箱 這個品牌你可能不太熟悉 有些比較關注車談的知道 2017年呢 在英國有一個越野車品牌 叫做Inneos 他發表 你知道據說啦 他的創辦人叫Jim 他就是曾經是英國的首富 因為他很喜歡Outdoor 很喜歡Offroad 那他發現市面上沒有一台越野車 能夠滿足他的需求 所以他打造了一台 就是這台 但是我今天不是要開箱模型 我今天要開箱車車 這個真車呢 叫Grenadier Grenadier Station 你知道他其實有 車型有三種 就是一個是貨斗的 那Grenadier Station呢 算是比較成用的 就是等於是現在的主流 那乍看下呢 你會發現這台車可以 你光看照片會覺得 那小瓜型 那個Defender 古的Defender 對不對 有點像 但是事實上他跟Defender完全沒關係 他是完全打造 等於這種方正的線條呢 對於軍用 對於越野來講 他都是有一種魅力 所以等於基於這樣子的元素 來打造出這樣子的越野車 那這台車呢 其實真的蠻厲害的 我先帶大家來細細的品味一下 那我其實在此時此刻呢 我還在德國的IAA車展 我們現在是預錄的 那我那時候呢先去看 這個Inneos的光網 其實對這台車的訊息呢 並沒有太多 所以我先簡單的帶大家來看一下 首先你會發現他的這個車頭的樣貌 他就是長得很越野車的樣子 很氣派 那這台車呢 因為我知道對很多 有在玩越野車的朋友而言呢 車身尺碼其實是最重要 為什麼 因為你在off road的時候 有些場地 車太大 你可能過不去 那你要開回城市 你的停車場太低 你會弄到車頂 所以我先簡單的說一下 他的車身尺碼 其實他的車身 車長呢大概4米9 那車寬呢1米93 就是1930 你後勢就要收折 但是他的車高超過了2米 他車高是2036mm 那整個車的軸距呢 軸距也超過了2米9 所以他整個空間 其實算是蠻開闊的 那回轉半徑是6.75 可是你知道這台車呢 在越野的設定上很棒 尤其他是分離式的大梁 我給你看一下模型 因為這個實車呢 我沒有那麼有體力把它搬起來 先給大家看一下 這模型是原廠出的 他可以選 他原廠就有標配中央差速器鎖定 他可以選前面跟後面 那這個T型大梁有什麼好處 就是奶超奶吞 你去飛越那種峭壁的時候 蹬下來 他車也不會晃 好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 他一些細節 那個你會發現 Inneos的這些防刮材質 做得很到位 然後呢 車門一定有一個像鞠鏈的設計 為什麼 因為這粗曠 越野車一定要粗曠 因為他有很好的剛性 你光看關車門的那個感覺 就可以聽出來 然後再來就是 他還有一個登車的側踏板 那麼 因為車高呢 超過了兩米 他旁邊還有一個可以拉的 這個很實用喔 就是我們要outdoor的時候 你上面還要用車頂上 這個 我覺得這個比車頂架還酷 就是你可以直接這樣拉 然後攀爬上去 那你不從這裡攀爬沒關係啦 因為他後面就有梯子了 所以你如果覺得 想要優雅的上車 其實可以從後面 而且你知道 它的尾門有一個特色呢 它是7-3設計 你先開這個左側的車門 這個是3 然後旁邊呢 右側這是7 那對於傳統的越野車 一定要有備胎 為什麼 而且備胎一定要是粗化胎 因為很簡單 就是看起來粗曠 你會覺得爽 然後整個後箱呢 這些都是防水材質 它的後箱相當的平躺 就是你要裝載物品 因為它本身的車體呢 算是蠻大的 所以它的後箱空間寬敞 你就比較好放 它的行李箱空間呢 1255公升 而且它第二排還不用往前傾 不用收折 就1255公升 夠大 那我們現在先把這個尾門給關上 然後我帶大家來看一下 它的這個車底的設計 這台車呢 你走到旁邊 你會看到一個背景 是英國國旗跟這個德國國旗的象徵 為什麼 其實呢 它很特別是 它是英國品牌 可是它的引擎呢 是BMW 就是德國車 所以它用的這個 英國跟德國的混合的這個logo 然後它的工廠更特別 它有自己的工廠啦 它的工廠呢 是在德法邊界 這個命名為Handbuck的這個地方 所以Build in Handbuck 所以這邊還有一個法國的旗子 因為它雖然是德法邊界 可是基本上還是屬於法國的領地 那麼你看到這個粗花胎 這個粗花胎呢 是Goodrich 看起來就很威啊 然後你看到它前進角 前進角的角度呢 是35.5 就是以同級車裡面來看呢 它已經算是相當大 那另外因為它算是長軸距 剛才我有說它軸距算拉得很長 所以它的穿越障礙角呢 它的穿越角有28.2度 穿越角是對這裡 一直算到軸心的中間 兩邊的對角 穿越障礙角是28.2 那它的離去角呢 就是從後輪這邊 你看到這個擋泥板這裡 它是36.1 所以算是相當的強 涉水深度你知道 這台這台完全都不用蓋喔 可以涉水80公分 就是800mm 就是尤其你知道 最近都會暴雨你知道 那個雨沒有在毛毛細雨 就是突然用倒的 然後你遇到路上積水 你不用害怕 你臉上也不用惶恐 你就跟家人講說沒關係 你就是坐在車上 然後你就是塞這台這樣撩鬼 你會有一種覺得 除了紓壓以外 會對這台車更有信心 而且我覺得 以現在的氣候變遷 這台車也可以作為逃難車 所以我其實看到它的外表 我相當的喜歡 好那接下來呢 我先開一下引擎給大家看 因為攸關越野性能呢 引擎是相當重要的 那以這樣子一台車 我覺得對於我這個年紀啦 年紀跟我相當的朋友 會相當喜歡它的造型 為什麼 它保有那種越野車 該有粗獷的味道 而且沒有一些多餘的 就是有些線條做得很流線 弄得很未來很夢幻來裝點 它不需要 因為它是屬於硬漢的車 好它的引擎呢 來自於B&W 就是我們現場展這一台呢 是B58的3.0升直列六缸的渦輪引擎 但是因為要對應它的輸出 所以它在調教上呢 馬力調的稍微小一點 因為扭力要調高 它的馬力呢是286P 可是它的扭力呢 超過了45公斤米 就是你會覺得 哇45聽起來會以為是柴油的 但沒有它是汽油的引擎 而且它其實還有柴油的版本 它柴油的引擎呢 一樣是B&W的B57的引擎 這汽油是B58 然後柴油是B57 那柴油的馬力呢 小一點點 249P 但是它的扭力呢 超過了55公斤米 而且它可以從1250轉 就開始拉伸 那都是結合巴速的手自排 所以在汽油版0到100加速啊 這台車挺進9秒內 它是8.8秒 其實已經算性能很強悍了 那另外我帶大家來看一下內裝 內裝呢 也是我對這台車最喜歡的地方 哇每次開這個門呢 我都覺得有種爽快度 你知道就是很扎實很Man 然後你上車的時候 這樣腳蹬著踏板 然後這樣躍身而入 然後門一關 哇就自己都覺得自己很帥 你知道為什麼我很喜歡它的內裝 因為它的內裝呢 是整個用飛機的概念來設計的 你有沒有發現連這個上面的這個飾板 就很像直升機那開關 你有沒有發現那個機艙啊 因為我有去學飛輕航機過啦 我每次在開的時候 我都覺得很興奮 那雖然輕航機沒有那麼複雜 可是你看像直升機 戰鬥機 客機啊 它上面就是很多這些按鍵 那這台車比較特別是 像它差速器啊 它差速器它原本就有中央差速器的鎖定功能 然後你可以選前跟後 那它這個加力箱的開關在這裡 offroad 你有沒有看到一個3的樣子 然後還有射水功能 你也可以直接這樣 挖頂這個開關按下去 然後呢 動態穩定系統關閉 因為你要越野的時候 一定要把動態穩定系統關閉 開關也做在這裡 然後就連頭燈的那個水平調整 因為你有時候真的去越野的時候 它會上坡下坡 你的燈的這個角度呢 你也可以直接藉由這個來調整 所以感覺就很爽啊 而且它開關旁邊還有這個扣子耶 這做的真的很棒 那中控台呢 更像是飛機 它連這個閃雙黃燈的這個按鍵旁邊 整個就是飛機的面板 然後空調 然後它還有這個像指南針的這個水平儀 那因為我剛才有提到 它的引擎 然後是B&W 所以它變速箱跟B&W也是一樣 就是用ZF的8速 所以它排檔頭也是 你有沒有看到這排檔頭 那這旁邊呢是兩速的加力箱 那它可以直接就是 插速器鎖定 就有一個Lock的 然後其它是功能的選配件 所以整台車整個座倉看起來很Man 而且它為了不影響就是一般的用路人 因為有時候我們去Auto 你會發現很多人在騎腳踏車 它還有那種輕喇叭 就是這邊有畫一個Toot 就是腳踏車經過的時候 我不要嚇到腳踏車 所以我可以發比較小聲的喇叭聲 不然這樣砰我一個Econic的車 那有一個輕輕的喇叭輕輕按 然後人家就覺得你很Gentleman 那它的儀表就是坐在中間 因為現在這台車沒電啊 所以我沒有辦法就是開給大家看 但是你會發現喔 這台車很酷的地方是 你可能覺得越野車嘛 就是要用來吐 但這一台車它還有A-DAS 就是包括像主動定速巡弋啊 這些緊急煞車輔助 這些功能它通通都有 那我坐在駕駛座說真的啦 我們會覺得像Range Rover 還有Lanover 甚至Defender這些 它的位置叫Commander Position 那這一台車等於有類似的那種味道 就是很高 但是差異的唯一的差別是 像舊的Defender呢 你可能乘坐沒有那麼舒適 那這一台車不會 它的座椅可以調整你最想要的位置 像這個皮質啊 這些我這樣子坐著 我都覺得很棒 而且它有雙天窗 這個天窗呢 是整個能夠對應你在越野需求 我們現在是打開的狀況 兩邊都有天窗 你如果覺得太熱呢 你可以自己再貼隔熱紙 但是對於Outdoor 對於造型而言呢 它能夠滿足那種 對於粗況需求的 這個車主想要的 等於你不用改 原廠就這樣子給你 那另外呢 我們來看一下後座 那後座的乘坐表現呢 我必須要講 它其實感覺跟G-Car很像啦 就是那個空間的感覺啦 那它有兩個出風口 雖然它不是走那種Luxury的路線 可是你會發現它是實用路線 你有沒有發現它這個地墊 這些都塑膠的啦 這是你去玩的時候 有時候吞頭啊 然後乘客踩的都是泥巴 那你可以直接用水來沖 然後再加上座椅是皮革 但是它很好清潔 所以整個乘坐舒適性都很棒 等於就是你可以越野 然後你可以享樂 然後造型又酷又MAN 然後還有這種類飛機的科技感 我覺得我就是它的target 突然有這種感覺 因為它的這些元素我都很喜歡 我知道一定有很多朋友 對這台車會很好奇 而且很感興趣 但是大家最關心的是 我這台車要不要一千萬 其實這台車進來呢 一定是突破奢侈稅嘛 因為我們台灣有奢侈稅 但是我剛才跟總代理側面了解 他們會盡量把車價押在500萬元以內 當然你還可以另外選 像呼吸管這些 不過是另外加價 還有我剛才講 前後的差速器鎖定功能 所以我覺得對於你喜歡越野 然後你喜歡outdoor的朋友 而且你又很喜歡那種 很飄悍很MAN風格的朋友 這台Innios的Grenadier Station 你絕對值得擁有 加價錢 今天可以幫你上房子 你不要嗎 我不會以為你